今天早上有云海,但是我们一起来看日出,想看日出的去看老高的视频 今天要接着第二天,来了很多人,很热门 看了吗?看日出的?看日出拍都拍了,视频都穿上去了,那挺好,老高呢?回来了 好,说一下大伯,穿着等裤,洗澡洗凉水澡 先,我现在给你问一下,这是螃蟹粥 这也挺稠的这个,打了一个小时 螃蟹就在这,好多螃蟹 丰盛的早餐吃完了,这还有中国榨菜,还有山药 早就喝完粥,相当舒服 浑身都暖暖,再加上晒太 再加上,好看的景色 这小鸟,叫的可好听 这小鸟,给到这儿吧 也不怕人 多漂亮 空气正好,风景也好 这摩托车用晚上的路水一打,跟刷过的一样 不用洗车了 这几个在这儿,这是干啥呢?这是,传视频呢,炫鸭边 干啥呢? 嗯,这块是比较舒服 下面是我们放咖啡,苗的大棚 好多朋友都说这地方像仙境 好地方 你说在这么好的地方,灵气这么充足的地方 种出来的咖啡 我感觉应该不会太差 无公害啊,至少 口感我不好说啊,重口难挑 但是绝对是无公害 干净 卫生 还有丰富的灵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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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这个就是热闹啊 好多多多人 好多的灵气 来吧 这都不干活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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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我这串 下不来了 还不敢 去检查一下咖啡苗怎么样 每天都要检查一两遍 两到三遍 就是走在云里面空气真好 这个不是雾霾啊 这是纯纯的云彩雾 走了无数遍的小路 挺好 驴有用 暴寒灵气啊这个地方 现在十点了这云海还没有散 风景好 将来在这弄上木屋看云海可以看到中午十一点吧 看日出 我跟老高说好了 那个那个位置 弄个木屋是我自己的 下来我就自己在那个位置 那就今天回去 嗯 那就今天回去 爷爷干啥呢 上课呢 嗯 嗯 小高晴又开始晒了 晒黑了晒黑了 晒黑了 这小窗不行还得扑个垫子 这边是 这边是 烧鸡叔叔 有一群朋友 在这边聊天 那小蝉猫我就知道你没干好吃 没人 那这只烤的是肉 这抓鲜心了 这是日常晒孩子 这是什么 烧鸡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洗衣 没有 洗衣服的 对 嗯 很香 这里面是不是加蜂蜜了 嗯 好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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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用的好 我们中国人 学习 工作 制作 这个 这个我知道 嗯 这个我知道 这个妹妹不知道 拿到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妹妹看 你就是告诉她 嗯 老师 对对老师 嗯 嗯 就是这样 嗯 在晒 该睡着了 这 这个 他也晒得睡 非常舒服啊 嗯 看我吃了午饭 都来晒一下啊 睡觉 我现在这边走 走一走我也想睡 睡个午觉舒服啊 老高已经去睡了 又去睡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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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